今天很幸运我们黄国众议员能够邀请到我来面对着你们这般未来的领袖 能够跟你们讲话也是我的荣幸 在我开头之前 我希望我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谈 怎么样成为一个价值的中国人 我提出一个小的故事给你们听 在今天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位曾经跟你们一样年轻的人 也在二十五六岁 他们离开家乡背景 在海上碰到了一只小的中国船 叫明华号 因为见到了自己国家的明华号 在海上很刺激 很开心 所以就按了几个喇叭 希望能够得到救援 能够带离我们脱离这个海上的风险 那很不幸 在按了三个喇叭之后呢 就有三艘当地的军船出来 就将这批人都全部抓住了 这个是空缓 然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 在尼泊尔曾经发生过地震 我刚刚好见到地震一想起来 8点1地震的时候 我就很关心我的一个朋友 刚好在尼泊尔旅行 我就立刻打了个电话给他 他告诉我 老林啊 我现在人在尼泊尔机场 刚过关 每个关长都走掉了 因为地震 现在我的护照 在我的手上 我就变成关长 我不知道怎么样 留还是不留 留在尼泊尔机场 或者跑回尼泊尔的城市 我就告诉他 你一定要留在机场 因为机场没有这种高的建筑物 危险会减低 我们在话中 他就告诉我们 老哥 我看到我们一部 国内的四川航空 在我们的头上在徘徊 然后他说 我见到了我们国家的第一艘飞机 正在下降 来接我们走了 老林 我们成都见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大家 在座的亲爱们 四十年前的中国人 跟四十年后今天的中国人 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而骄傲 我们要为我们成为中国人而骄傲 我们先补个赞给我们过来 我来自越南 以前叫西寇 我来的时候是你们都比我强的 你们来的是留学生 我来的是难民 我们是座船出来的 那我们在海上经历的 刚刚我讲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我 如果四十年前 我能够像尼泊尔这样 立刻有我们国家派来的飞机 派来的航空母舰来接我们的话 你说我今天会多高兴 但是国家弱 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我们见到国家强 大家可以成为国家里面的领袖 未来的栋梁 这是大家的福气 所以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我来的时候 我身上带下来 我们家家庭主员 大概五个人 我身上只有两百块美金 然后到今天 往往过去三十六年里面 人家只看到我美好的一面 没有看到我们挣扎的一面 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 跟我的孩子说 跟我的员工说 你们都有将来的 不用担心 我跟我的孩子也同样说 你不一定要嫁一个有钱人 只要嫁一个有心人 有用人 有理想的人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 就像你爸爸一样 虽然我现在不是很有钱 有钱的人都坐在我旁边 我很开心 今天能够向你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心得 每个年轻人 他都有他自己的代价 无论是聪明的 精英的 或者是不大聪明的 只要他能够有热忱 有爱心 他十几年 他也会成功的 所以我跟我的员工讲 做人只要不要怕苦 不要计较 不要觉得我给人家利用了 千万不要这样 如果你保持这种心态的话 那你面对明天的话 你会更加坦然 你会觉得海阔天空 给人家利用一次 就是你们增加你们的精力多一次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也时常被人家利用 也曾经踩过那个陷阱 我告诉你们大家 我上个月也别人骗了一个 那还好 我还要受得起 那这种问题呢 骗就等于是我们的协费 我们在消协费 你们来读书也要交协费 我们做生意也要再交协费 由不懂到懂 由懂到今 一步一步的就是走过这37年来的一个历程 所以人人说 林生 你走的车子很好 我说谢谢 你穿的很好 谢谢 可是带我们台货 在我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里面 你们没有看过 所以大家希望在我们黄议员 我们很参加 我们黄老板 在大家今天的交流里面 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就是说 千万不要怕苦 因为国内的小朋友们 年轻人们 都是一孩政策 比较重 但是重没有关系 重里面 只要我们能够读好书 知道我们的前途 是这样咱们走 歪路不要走 精巧的路不要走 所以我的事业里面 我做的生意 我能够向大家说 食品生意没有一步分天 只能够一步一脚印 把好自己的关 找好自己信赖的食品 给好我们的客户用 给好我们的客户里面吃的安全 吃的健康 这就是我们的热忱 所以我对每个产品 我都要亲自飞过去 选择 看过 了解 理解之后 觉得值得 我才会一样 并不是说 每一个样品 每一个品牌来到我 我就会接过手 我们是有选择 就像我们交友一样 喝酒的 我们少交一点 抽大烟的 我们也少交一点 像黄老板 盆参战的 多交一点 所以你们大家 今天能够有幸运 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生活 我在过去的四十年内 我不多不少 也跑过有八十个国家 最少以上 我发觉的 在国王的八十个国家里面 我还找不到一处地方 比澳大利亚更好 无论环境 空气 食品 样子 人 他们都很善良 只要我们 做得好 做得对 他们就会很好的对待我们 大家有目共睹的 所以澳大利亚政府呢 说实在的 对我们这个外来的移民呢 他们的对待呢 是很仁慈的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六年里面呢 我一路一路不停的跟他们讲 澳大利亚虽然建国不久 但是他们的带外来的人很好 很友善 所以希望你们大家 青年们 能够在这个友善的国家里面 多多争取 选好自己的路要走的 走得直 不用怕快 活着是慢 慢跟快 在你们来讲 时间多的是 只有我时间比较短 所以希望大家争取 好吗 在下来的环节里面 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问的 随时提出来 林先生会尽索我们的回答 谢谢